市面上7000元以上的一級碳纜跑鞋 該怎麼選 你開F1 然後你限制他只能開20 這種感覺 我覺得他是蠻好身潤的一雙跑鞋 老自然是感覺有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家Andre 我們很久沒有做這個跑鞋大亂鬥了 這一次呢我們蒐集了算是2024年才出的這個碳纖維版的跑鞋 算是已經各家品牌最旗艱的跑鞋了啦 我們今天要來評測的呢 會有四個面向 第一個呢就是推進的效果 會不會很難駕馭 第二個呢是他的穩定效果 落地的時候是比較偏腳感硬還是腳感軟的這種體感 第三個呢我們會實測的是在四分數維持的辛苦程度 我們預計用四分數的配速下跑一分鐘來看一下 這四雙跑鞋維持的狀態中 我需要花大概幾成力的方式才可以維持住這樣的配速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算是比較全新加入的一個考量項目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比較實際大家跑步過程中會體驗到的狀態 那第四個呢我們會做一個大概五分半到六分的慢跑 試試看這四雙跑鞋究竟是不是真的只有跑快的時候才可以駕馭 那如果跑慢的時候他們可不可以使用 那我們分別今天的對手有 一號參賽選手HOKA CL X1 二號參賽選手Megino Wave Rebellion Pro 2 三號選手Nike Alpha Flight 3 Proto 四號選手索康尼的Andyvan Pro第四代 一號選手HOKA CL X1 現在跑的感覺是有一點滾動感很明確 可是因為我要在配速內所以要有一點小小的去控制速度 就不能讓它感覺只要超速的感覺 目前均率是在五分四十左右 OK 我們現在回程四分速一分鐘出發 HOKA CL X1 我認為它的腳感非常的舒服 算是我2024年第一雙我覺得腳感很活潑 然後非常喜歡的跑鞋 那整體它的腳感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慢跑我覺得不穩定性會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像我們剛剛跑在五分半六分 會覺得動作上因為它這個倒腳的設計 你的滾動感受會有點強迫你速度要加快 如果你沒辦法帶到這個速度 它就會抑制你的動作 你就必須要有點減速或是刻意把步伏縮小 才可以控制到我們希望達到的這個配速目標 所以這雙跑鞋我認為在跑五分內 其實是一個還蠻好的甜蜜點 像我們剛剛後面跑到四分半 它會用鞋子的整個往前滾動的慣性 帶著你持續向前 你不太需要有那種很持續用力的 去維持速度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雙跑鞋我覺得整體的第一個 推進感受 我大概會給它應該是7.5到7.8分左右 雖然是有推進 但是也是在速度快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慢跑的話 它一樣有推 可是你會覺得你慢跑又要去 有點像互相拉扯啦 這雙跑鞋子推著你跑 可是你又要控制在六分數 我認為有點難駕馭 所以推進感受大概7.5到7.8分 那以緩正角度來講 落腳的這個Q彈感受 是蠻緩正的 整體是舒適 但是我覺得是偏軟的 腳感上如果1到10分的話 1是最軟 它大概4.5到4分左右 整體其實是偏軟Q的 所以落腳的感受實在會明顯 如果速度不快 出力時間太久 會有一點點我覺得不穩定性出現 那如果跑快 那感覺就會有點不見 那整體在維持四分數的配速來說 我覺得算是蠻輕鬆的 就是如果你以四分數的配速來說 很容易就可以把鞋帶到這樣的速度 然後你要做維持的話 也不會有太明顯的感覺 那最後一個就是它的慢跑 我認為在慢跑的時候 它的感受上會是稍微比較 不能說吃力啦 就是這張鞋有點 你開F1 然後你限制它只能開20 這種感覺 它就會讓你 一輕輕踩油門就表現太快 會超過你對它的速限 所以我覺得它的跑鞋 對於慢跑來講 不能說不行跑 可是它會不自覺 就讓你一直加速太高 會讓你控制速度這件事情 變得難度增加 所以我覺得慢跑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 那如果適合教育區捐 我覺得在四分四十以內 到四分整 我覺得都是它的甜蜜點 那整體來說 它的 我認為的 比較痛點 是它的重量 這雙跑鞋應該有記得是260克左右 所以 我有穿過它跑20到25K 後段比較沒力的時候 因為這雙跑鞋的 弱點的設計 會讓你是比較不服類型的跑法 會讓你步距比較大 所以在真的20K以上 肌肉比較沒力的時候 我會認為它比較吃屁股的力量 2號參賽者 美金龍的Wave Freebillion Pro 2 不行耶 好像不能慢跑耶 這雙跑鞋 它會有一個 斷差感 它的落腳的 中底的設計 過了你的 腳跟前面 就會掉到沒有東西可以踩的感覺 所以現在慢跑如果用後跟落地 會有點不自然 我是去看中足落地一點 而且你們現在看我的動作 跑字應該很奇怪吧 有點好像要卡下來坐著的感覺 它會有一種 一直在煞車的感覺 4分數Go 4分數的時候比較明顯 感覺你的落腳會是比較中足偏前掌落地 後跟踩不太到地板的感覺 所以當你中足一落地 就會被推走的狀態 2號選手Wave Freebillion Pro 這雙跑鞋呢 在我剛剛的5分數的感覺 說實在我覺得是對他來講蠻吃力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後跟的設計是上翹的狀態 所以我其實後跟的位置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落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欸好像會有一點點 在這個地方會先踩到地板 這個之後就會有一個 煞車的第一次出現 所以煞車 欸又加速 煞車又加速 在跑大概5分40到6分的時候 會蠻明顯有這種感覺 所以第一個這雙跑鞋 我認為是完全不適合拿來慢跑使用 他就是一個拿來就是要拚了命出去衝就對了的一個設定鞋款 所以這雙跑鞋我認為在6分數以下 我個人是不推薦 那他也會讓你在落地的時候 你只要踩在地板上 你會是一直後跟懸空的狀態 是一直有點像墊腳的模式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日常的穿著 或是比較低強度的訓練來講 這雙跑鞋可能也沒那麼合適 那實際他的推進感受 我認為如果你可以跑在4分10秒到4分15左右的時候 這雙跑鞋其實推進效果是蠻暴力的 因為他的落地在往前傾 大概會只有用到這一段的感覺 你會覺得這一段好像做出來是做好看的 你落地之後往前其實就是這邊出去 這邊出去這邊出去 大概就是這一段有在工作 這一段碰不到地板 所以他的暴力程度我覺得是有的 以推進程度來講 我覺得大概會在7.8到8.2左右這個分數區間 算是我認為稍微比CLX1的推進程度再暴力一點 那以落地的這個緩震感受來講 他的中底其實是稍微比較硬一點的感受 他沒有這麼Q軟 所以1到10分的Q軟程度的話 我覺得他會比較是大概7.5到8分這種偏硬的感受 那第三個是維持4分數左右的這個舒適度 以4分數來講我覺得他算是還蠻好維持 但是說真的是會比較吃力辛苦一點 你會覺得你的後跟一直在鏤空的情況下 其實小腿其實隱隱都一直在作用著 你會覺得好像小腿沒參與 但是又有在出力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他 我自己如果要穿他來跑 可能半馬以上的距離我會撐不住 那我自己穿他跑5K、10K 大概三、四十分鐘以內的話 我認為他是一個還蠻好的短距離的短程競速鞋 當然他原廠設定是兩個半小時以內的精英跑者穿著 所以我們當然沒有到那麼TOP 所以我認為5K、10K算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他的抓地表現 我也蠻喜歡這個抓地的感受 他的顆粒在跑步遊路的時候 會很明顯真的感覺那種Body的感受 慢跑來講6分數就剛講的不太推薦 因為他會有煞車感受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他會比較適合駕馭區間 可能在四分數以內 然後大概距離5到10K這種距離的話 我覺得他是蠻好身潤的一雙跑鞋 當時還為了買到這個Prototype配色 算是想盡辦法找盡人脈找到這雙入手 但後來發現我好像說實在沒有穿他幾次 因為他有點太高貴了啦 我其實是有點捨不得穿他的 所以他一直被我放在鞋盒裡面 終於在今天又被請出來了 3號選手Nike Alpha Flight 3 Proto 穿他慢跑的感受就是 怎麼那麼吵 整塊板打在地板的感覺 那個聲音很明確很吵 六分數左右 大家有聽到這聲音嗎 叮叮叮 很奢侈都是錢的聲音 以這個六分數左右落腳的感覺 會覺得這雙跑鞋有點太軟了 他的角度不知道為什麼在後跟著地 沒什麼往前推進的感受 OK 四分數 出發 這就對了嘛 剛剛跑的感覺根本踩不到氣墊 現在跑大概四分數左右 可以感受到這雙跑鞋的一個活潑程度 或者是說彈性 剛剛在慢跑的時候都感覺不到 四分數的時候 他的維持效果蠻好的 Nike Alpha Flight 3 Portal 裝跑鞋我覺得在跑慢跑的時候 也算是跟剛剛的Rebellion Pro差不多 就是有一點老孩騎大車 是這樣用嗎 就是跑慢跑的時候穿這雙 有點根本就是不適合啦 只能說不適合 你會聽到很大的蹦蹦蹦的聲音 板柴的聲音很明顯之外 第二個是他的落地之後就只有踩下去 你沒有一個往前滾動的效果 所以這雙跑鞋跟前面幾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如果你速度不夠快 他不會說到讓你很難駕馭 他的難駕馭是你踩下去之後就沒了 就有點像是你踩在沙發上 踩下去速度不快 他就沒有一個折疊板的感覺 沒有往前推進的效果 所以我認為他在穿六分數的情況下 很難跑 算是很難跑的定義是說 他的力量會消失 然後他沒有一個往前推進的效果 但不是說不能跑 只是說 他的感覺上 沒有碳板跑鞋應該有的感覺 在六分數的時候 整體的推進效果 我認為他在四分數的時候 算是前面兩雙跟中雙比起來 暴力層數好像有更高一點 可以明顯感覺到六分數的時候往下 沒有踩到氣墊的感覺 但當你跑在四分數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氣墊有那種往前把你推走的狀態 所以我認為他的推進效果在四分數的情況下 大概可以給到八點三到八點五分 算是相比前面幾雙來講 他的推進效果是比較明顯 但他比較是 不是因為斜型的設計帶著你滾動向前 他反而比較是板柴 還有這個氣墊的效果 當你往下踩的這個彎折程度越多 才會給你更好的反饋 所以你跑慢跑的時候 他反而不會因為斜型的設計 一直暴力的推進你往前 所以我覺得他在穩定效果來說 是很穩啦 但是有點過軟了 如果一到十分來講 這個軟Q程度大概只有在三點五到四分 在六分數的情況下 但如果你在四分數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的軟Q程度會稍微有點提升 大概在五分四點五到五分左右 就是稍微來講不會軟到不行 可是你還是會覺得他是比較偏軟Q腳感的類型 那在四分數駕馭的程度來說 是我覺得很好維持的 而且他會持續的讓你帶動往前 是佈具很大的情況下把你推著往前跑 但相對的在六分數的慢跑的情況下 這雙跑鞋我覺得就沒那麼合適啦 他會有點踩下去力量就卸光的感覺 他沒有辦法再帶動你往前 所以 畢竟這雙鞋這麼貴 要一萬多塊 我認為他就不是很難的慢跑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非常有錢 然後你錢沒地方花 你要把他穿來日常走路的話 相對於前面兩雙 我必須講走路這雙還是比較穩的 因為他的鞋底沒有那麼往上翹的感覺 他也不會一直帶著你往前走 走路的話OK 慢跑的話不推薦 你好像講自己 有錢沒地方花 不是 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為了開箱給大家看好不好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開箱這麼多跑鞋 有些是廠商提供 有些是我們自費買的 所以當你看到這種類型的跑鞋的時候 歡迎大家多多給我們一些 友情的贊助支持一下 畢竟這也都是我們自套藥包來購買的 但如果廠商願意提供 每次非常感謝的喔 我們意思是就是特別感謝 但是如果 沒有也沒關係啦 對啦 真的也沒關係啦 我們摸摸鼻子還是會去買啦 這句話就多了有點勤勒了 好啦 下一雙 裝跑鞋的鞋內空間很大 我穿進來感覺 他的那個鞋裡面的空間 可能是我拿26.5 我 Nike AlphaFly 3是穿26 然後我的 Audios Pro 3也是穿26 這雙是穿26.5 因為我上一雙Pro 3的時候 Enduvian Pro 3是稍微比較偏小 所以我這次是拿原尺寸 但我覺得雙可能要拿小半跑 第四位跑者 Sarconi Enduvian Pro 第四代 裝跑鞋很不錯耶 勞斯萊斯感覺我出來 勞斯萊斯是這樣唸喔 我們做的都是Bench Rose Royce 難夠我等會遲到 六分數的其實 這個腳桿的舒適度跟剛剛前面幾雙 不同級別耶 他算是 以腳桿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蠻舒服的類型 以下六分數來說 這個中底的感覺跟前面幾雙不一樣 Sarconi Enduvian Pro 第四代 四分數 第四位選手 Sarconi Enduvian Pro 第四代 那前陣子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IG Reels 的話 可能有看過就是我們其實已經穿著它 跟三代做一個比較 那上一代三代來說 我個人其實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它的腳桿來說 是比較硬一點點的 然後它的鞋子的尺寸來說 一樣是26.5 可是穿起來 它就是會讓我這邊前掌的位置 是比較擁擠一點 我其實已經是一般炫頭 但穿26.5同尺寸 還會有點這樣的狀況 那這次我一樣是拿26.5 但是我這雙Pro第四代來說 反而穿原尺寸好像有點太大 就是我覺得可能需要小半號 那原因我自己感覺啦 因為它的整體鞋面來說 它其實的可動性可動範圍 你看這個編織的鞋舌 其實它如果你很大力的加速衝刺的話 它會是比較有一點彈性的 第二個是它的鞋帶 也是這種有彈性的鞋帶 所以整體來說 你會覺得綁到最緊的 它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空間讓你去做一個延展 所以我覺得它在尺寸建議的話 會覺得可以小半號 或是比較合適的 那這雙跑鞋 我覺得它應該是今天這四雙跑鞋裡面 最有老實來實的感覺 可能是他們品牌的定位 但我覺得它的腳感也確實如此 它比較沒有這麼樣的暴力碳板跑鞋的概念 它我覺得會比較像是 就是介於如果你想要找一雙腳感比較舒適 但是你真的想要加速的時候 它又可以帶給你不錯效果的話 它的定位比較會是像這樣 那也跟我上一雙 也跟我上一雙穿過它的 SACONI M12 Pro Elite 就是那雙最厚底最高規格的碳板跑鞋來講 腳感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它整體的鞋底呢 是比較Q軟的 所以以推進感受來講 在慢跑六分數 或是慢跑四分數的時候 它都呈現了一種 你給它多少力量 還有多少速度的感覺 它不會用鞋子暴力凌駕於你的身上 有點像是前面幾雙都是 我明天就想要慢了 可是它還是讓你快慢不下來 但這雙跑鞋是你慢跑的時候 六分數 它還是可以帶給你一樣六分數的感覺 它不會因為你跑六分數 還是帶給你很暴力的推進感受 所以我覺得推進感受 就是有點是 你給它多少 它會回饋你多少 所以我覺得它大概只有 6.5分左右的推進感受 不是非常暴力 那以它的緩震穩定效果來講 我覺得它中底的腳感整體是偏軟的 1到10分的話 1是最軟 它大概只有3.5到4分 整體踩下去的感覺是非常舒適的 那以四分數維持的效果來說 我也覺得它是稍微比較吃力的 就是我要維持在四分數的情況下 我自主用力的程度感受 比前幾雙都還來得更明顯 那如果以慢跑來講 這雙跑鞋其實是 6分數OK 它可以用6分數慢跑 所以我覺得 它整體的鞋子的設計 整個前傾的角度 或是它的碳板的這個推進效果來講 都相對前幾雙來講 是稍微比較親民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的配速沒那麼快 或許前幾雙大家就可以直接不用考慮了 那這雙跑鞋或許是 我覺得在跑慢的情況下 可以駕馭的一個鞋款 那如果你要跑快 那當然它可能不是首選 我覺得它以速度來講 或者是你給它多少 就只有剛好而已 它不會多回饋給你 那如果你想要再多加一點 前面幾雙比較合適 所以我覺得這雙跑鞋 蠻適合推薦給你 比較喜歡找舒適性 偶爾想要加速的話 這雙跑鞋 或許可以帶給你比較活潑的腳感 像索康尼的愛用者黃劍 這雙跑鞋我覺得 如果你偶爾要加速一下 還可以耶 因為它還是有索康尼這種 比較穩定舒適的感覺 但是它比較偏軟 跟kimara可能腳感真的比較不一樣 OK 那這次這雙跑鞋 我們已經穿著完畢了 我個人認為它們四雙都有各有缺點 如果說你要一雙鞋打全部 那我覺得可能索康尼這雙不會這麼暴力 在日常穿搭或是慢跑也可以使用 但如果你慢跑以外 就是只有競速跑克表 然後或者是真的要比賽使用的話 我覺得HOKA這雙 算是駕馭區間稍微廣一點點的 你要後跟著地 還可以跑得動的狀態 那以Nike這雙 或是美金融這雙 我認為都只有速度快的時候 才可以發揮這兩雙跑鞋的功效 所以如果你慢跑的話 這兩雙是完全不適合的 那如果以日常走路的話 可能也是以Nike這雙跟索康尼這雙 是日常走路也OK的選擇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幫大家 開箱了這個碳纖維版的 跑鞋大亂動 算是已經把各品牌的旗艦都找來了 當然我手邊好像也只剩這些 我也蠻希望可以開箱看看亞瑟寺的Paris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那也歡迎大家跟我留言 哪一雙跑鞋是你最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意外發現這兩雙跑鞋怎麼好像有點像 OK 下支影片見 掰掰